这个男人很幸运 他正为没能成功在酒吧搭讪到女孩 而遗憾之时 没想到天上竟真的掉下了馅饼 远处一名醉酒的女孩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男人开心地上去准备把握难得的机会 可走近一看吓了他一跳 他翻过来的竟然是一具女尸 这样的心理落差恐怕会令他终身难忘 警方接到报警很快来到了现场 法医仔细检查尸体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死者手腕有明显疑似自杀的割伤 可伤口早已凝固 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血迹与挣扎的迹象 所以他猜测这里只是一个抛尸现场 可令警方更疑惑的是 凶手为何如此折腾将尸体扔到这里呢 重案组在调查后发现 死者是本市电视台一名名叫葛平的记者 平时只是报道一些感情类的栏目 并没有与人结怨的可能 而法医深度尸检后发现 虽然死者膝盖处有压迫形成的尸斑 但在其身上并没有发现被侵害的痕迹 那么凶手行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探员阿秋听后猜测 凶手很可能是个心理扭曲的惯犯 因为从闹市抛尸 而又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的行为上来看 他很可能是个胆大欣细的狗 谈话间负责调查死者信息的同事 带来了新的线索 葛平的手机显示 在他生前最后做的事情 是打了一辆网约车 而这名名叫虔诚的司机很有嫌疑 因为在一个星期前 就有一名女孩在坐过他的车后失踪了 得到线索后 警方立刻将其带回审讯室 而他的脸上正好有几道明显的抓痕 阿秋只问他脸上的伤势怎么回事 前程有点不好意思的说是被自己媳妇给挠的 他称结婚后老婆一直嫌弃自己没能力 十几年了他也早就习惯了 而那晚葛平下车 也是因为当时广播里正好播了一条丈夫打妻子的新闻 他听后感觉这条新闻说得太片面 于是就随口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观点 可没想到这条新闻正是葛平写的 二人杠了几句后 他便生气地下车了 而之前下车失踪的女孩 他已经没有印象了 可能是因为自己经常夜里跑车 所以遇到这样的事情会多一点 阿秋看着面前说话都没力气的男人 感觉此人可能也就是一个为了生活奔波的打工人 随后他让痕检检查了他的车 并没有发现任何挣扎的痕迹 而据前程口中交代葛平下车的地点来看 那里距离他的家还有好几公里 但在他下车后的手机记录里 却没有出现再次约车信息 所以阿秋猜测葛平在下车后 肯定搭上了另一个人的车 于是警方立刻来到前程提供的下车地点 在一位便利店老板口中得知 昨晚有一对情侣在这个路口发生了争执 阿秋让他看了葛平的照片后 他确定吵架的女人正是此人 如此说来 前程并没有对警方撒谎 可当阿秋回到车上翻看前程跑车的出勤表时 无意间发现 他在葛平和另一名失踪女孩下车后 都没有再继续接单 按照他平时跑车的记录 都会跑到凌晨三点多才对 那他为何偏偏在这两天都停止接单了呢 而且相同的出勤情况还在上个月有出现过一次 因此他猜测 如果上个月也有出现顾客失踪的情况 那么这个前程就肯定有问题 果然 探员小白在查询报案记录后发现 在上个月14号 距离这里50公里外的光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案件 一个女孩在乘坐前程的车中途下车后 被人杀害 得到线索后 阿秋立刻带着组员来到光明市警局进行联合调查 可来到这里交换案子信息后 负责本案的刘队却说 这边已经发生三起这样的案件 都是在坐了前程的车后被人杀害了 刚开始他们也怀疑是前程作案 可每次他都有不在场证明 而且在第一起案件受害女孩的指甲里 发现一些皮屑 在进行DNA对比后并不是前程的 所以这边只能排除了他的嫌疑 但现在五起案件都与前程有关 众人都感觉这根本不可能是巧合 因此阿秋猜测他可能是凶手的帮凶 而他负责的只是在人际罕至的地方激怒乘客下车 然后真正的凶手在出现进行行凶 果然在警方暗中对前程的车进行跟踪后发现 一名女孩在深夜再次被前程中途放下了车 警方担心出事赶紧上去表明身份 从女孩口中得知 刚刚前程在车上无意中询问起他的职业 可当他说自己只是在朋友圈 给朋友推荐一些化妆品时 前程好像十分痛恨他这种行业一样 说他就是卖假货的 女孩与之争论一番后便被赶下了车 而这件事情的发生也恰好证明了阿秋的猜测是对的 阿秋再次查看了前程之前的行车录像 发现有一辆豪车多次出现在了画面里 因此阿秋猜测 驾驶这辆豪车的肯定就是前程的同伙 于是警方立刻联系交管部门寻找这辆车的轨迹 可在模拟出这辆车的行动路线后 却发现最后的停车地点是郊区的河边 果然来到这里后发现凶手已经将车开进了河里 打算销毁证据 在对这辆车进行检查后发现 车内的血迹与受害者葛评的完全相同 但这辆车却只是一辆套牌车 车主的信息根本查不到 而就当警方以为线索又要断了时 没想到值班的同事却说前程竟主动来警局自首了 审讯室里 前程很坦然地称自己杀害那些女孩的原因 就是因为妻子经常在家里羞辱她 久而久之 她的内心便对女性产生了恨意 阿秋看她明显不知道 警方已经掌握她有同伙的线索 而她自首保护同伙的行为 让阿秋感觉再多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于是将其关押起来 准备继续顺着线索调查 她和小白来到前程停车的车库 意外地发现她的车里竟然有一包很贵的香烟 可之前调查时并没有发现她有抽烟的习惯 因此这包烟很可能就是她的同伙留在车上的 而有抽烟习惯的阿秋这时也打算自己点上一根 可不巧的是身上没有带火 于是就打算去找旁边刚刚停进来的车上去借个火 而就在这时她发现这辆车上有一包与前程车上一样的香烟 阿秋察觉到一样打算对男人进行调查 可没想到车子突然发动逃离了这里 随后警方调查了车辆的信息 发现车主是一名叫张科的男人 此时阿秋突然想到 这个张科很可能是答应了前程某种条件才令他主动认罪的 如果前程是被自己的妻子压迫成这样的 那么张科的下一步要做的 很可能就是替前程杀掉他的妻子 于是阿秋立刻让人去他的家里将他带回警局 回到警局 阿秋再次提审了前程 他谎称张科已经替他杀了妻子 听完这句话后前程脸上果然露出一丝喜悦 可审讯室外的妻子看到他的表情后直接冲进来打算对其动手 在安抚下来双方后 前程见张科已经被盯上 也不打算再为其隐瞒 他告诉警方 张科和自己一样 只不过他从小到大是被自己的姨妈看不起 而他从小父母双亡又只能寄人篱下 所以张科最后的目标一定是他的姨妈 果然 警方在张科的姨妈家里找到了正打算行凶的张科 将其带回审讯室 张科称自己在前程放下女孩后 开着豪车去搭讪女孩 再加上自己长得幼帅 女孩都很容易就上了他的车 然后递给他们事先准备好的水 将他们迷晕 然后再进行作案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